虽然下着雨 温度也很冷 但是2月8号的宜蘭县大同乡樱花季 民众不怕寒冷 还是有小朋友跟着妈妈 来跟当地泰雅族人学串珠DIY 这个是那种丰收 丰收的意思 204年的大同乡冬季樱花季 除了可以看到一大片粉红色的樱花 乡长表示原本会担心 因为寒流来袭以及东部会下雨 而天气不佳影响到买气 但是天气再怎么冷 丝毫不影响游客的涌入 传统的那个料理 我现在在弄什么 对 现在是猪肉片 马告猪肉片 它那个丝的香菇都今天全部卖完了 烤香肠 新鲜高丽菜 以及传统编织DIY等摊位 都是大同乡当地泰雅族人所摆设的摊位 而七公顷的樱花公园 相公所未来也会持续性的规划不同活动 樱花季过了之后 我们又会另外一种呈现来 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 除了花海 杜鹃花等等 可能都是在骗杀在大同乡 樱花公园有三公顷的波斯菊花海 让民众不只看到寒冬才会出现的樱花 还可以跟一整片的波斯菊花海拍照留念 也因为这个樱花季让当地摆摊的族人 荷包也满满 接着二人算 岛秀宜兰大同采访报道